高淳的历史可以追溯千年 老街更是高淳美食和文化名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任谁来到高淳 总喜欢到著名的高淳老街上去走一走看一看 高淳老街自宋朝正式建立街市 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 高淳老街自宋朝正式建立街市 老街东西全长八百多米 因呈现一字形又称一字街 作为历史传承的窗口 老街也是高淳美食的展示舞台 而老街上最为人们所称道的高淳美食 有一家名叫马家高饼铺的店面 生意最是红火 这位名叫马维华的老爷子 年于六旬是马家高饼的第四代传人 以前平成有这么烦度 以前都是比较胆调的 以前就整住夫跟我爷爷他们 这个平成比较胆调 这是马市高饼店开门迎客的那天开始 悠悠地流传了一百多年 马家打高的手艺也伴随着这首歌谣的传唱 历经了四代人的传承 从歌谣的歌词中最明白不过的传承这一个道理 春夏秋冬不食不吃 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独有的高饼 在高淳的民间 应为高与高字谐音 大家过年过节遇上喜事 都有买高吃高的习俗 要说高饼中传承最久远的一款 自然就是这种用糯米粉做成的云片高 制作云片高需要约十多道工序 先将糯米粉碎做成高粉 然后加入配料 过筛上高盆 用重达数十公斤的梯形大厨子 将高粉放实 最后蒸熟切片 云片高吧 就是全部都是白的 粉是白的 油是白的 糖是白的 就跟天然的云一朵一朵一朵 所以我们这个歌是一片一片一片的流传下来的 到现在一部二十九年了 我们把它补充了最独落的云片高 你的小孩子订风啊 计风啊 你买了我啊 扳到醒我啊 你什么小家伙考了血糖啊 都要买最高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 实行干啥都要讲究个彩头 因为高与高同音 就代表了步步高 代代高 小小的糕点从无到有 从我的手交到你的手 一块块一片片的满是甜丝丝的温暖和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